有一些學員接觸了小朋友的鞋骨 一看到都還沒碰 突然哭了 好像很冷酷 馬上叫他 不如你哭完才回到來 我們的工作是負責找一些絲骨 或者人體的遺骸 然後再用他們剩下的部分 去說究竟他們經歷了什麼 找回他們的故事出來 所以我們去的地方 可能很多都是曾經打過仗 或者經歷過一些天災人禍的地方 去過索馬利蘭 索馬利蘭是一個戦亡的調查 有去過法醫科多些 或者人道主義多些的項目 跟一間當地的教會經營的墳場合作 有去過東帝文 東帝文純粹在當地的警局和法醫科工作 也有做過一些大型的災難 例如去2017年英國倫敦大火那棟樓的項目 這個專業的滿足感和使命 在於我可以找回死者的身份 聚理想當然可以歸還給他的家人 去安葬 因為這個專業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價值 或者是理念 就是他尊重人的生命 不論你在生或者你死了也好 你應有的尊重和尊嚴是會有的 而就算你埋在泥土內那麼久 我們都很努力去找回你 而找回你的身份 並不會因為你已經死了三十年 或者你死了五十年 我們不在乎 不是的 即使這些我們不可以 拼圖一個姓名上去 我們其實都會用整個族群的人 去看當時他們的生活是怎樣 在工作的時候情緒的一波動是一定會有的 因為我們其中一個職責 除了要看好像很科學很理智地看 眼前的屍體 或者找到的物件或是證物之外 我們還要接觸家屬 或者要聽到他們分享的一些故事 為何這個人他們一直都沒有音訊 或者是怎樣情況之下沒有音訊 再不然就是目擊證人的公辭 就是發生甚麼事 為何你有份參與 為何他們會在這裏 這些其實都是很有血有肉的 的確是會波動情緒 因為事情變得實在了、立體了 而在這些情況之下 你要想想怎樣在情緒的波動底下 不被情緒影響而可以很理智去工作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 是你當下不表露出來 就是先按住的情緒 當我們完成任務的時候 我們會釋放自己的情緒 可能要甚麼人都不想見 不想跟別人說任何事 或是我很想打某幾個電話 甚至是有些人當下忍不住的 馬上已經當場哭出來 就需要在這個時刻之下 要先處理這些浮一面的情緒 再回去工作 最觸動的都是跟索馬里蘭有關的 那次就跟了一間南美的NGO過去 我們就做了一些相關 那次內戰有關的項目 其中一個就是去找出一些 在那時死了而未被發現的屍體 這些屍體都是有他們的故事 因為他們的家人都不知道他們撞在那裡 亦都不會知道我們找到的究竟是誰 因為這個緣故我們去找他出來的時候 就需要有人幫忙 幫忙的我記得那次是一個哥哥 他就說他知道這個空間 或者這個地方下面應該是有屍體的 那你們挖吧 我們就問他為甚麼會知道 他說他當年是被迫參與這件事 就是參與埋屍的過程 但是他說除了我參與之外 其實我都在找我的親人 我在找我的弟弟 我們就說如果是這樣 不如你也教下你弟弟有甚麼特徵 我們都按著他的功詞去挖下去 真的有屍體 另外就是我們在另外一個網站 我們都找到另外一些鞋骨 初步分析完之後 其實跟他說他弟弟的特徵是很相似的 其中一個特徵 他說完之後 我們也都在鞋骨上面看到 都在想不會那麼吻合吧 那就是那個鞋骨的上額的門牙中間 有一條很闊的空隙在這裡 我們就用一些時間 做一個很簡單的笑容位置的3D模型 重掃如果有肌肉的時候 他是怎樣的樣子 我們結果給了他看 他一看到那個模型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立刻哭了出來 因為他說我不會認錯 這個空隙在於我們現今的人 就覺得我要可能 或者是很不漂亮的 但對於這個哥哥來說 這個空隙很有意義 就是因為他一笑一定會認得他 大學我是讀哲學 哲學的時候 其實都會說到關於歷史 或者戰爭 尤其是有些哲學家 你見到他寫很多東西 但同一時間他的外面是打仗的 即是在經歷這些事情 而他們某程度上 在他們的文字裡面 字女行間 你會看到其實是說 歷史是不停重複 你覺得現在二戰時期的東西 或者一戰時期的東西 沒有出現過嗎? 不是的 為何我們會對自己人 那麼殘忍 為何人要那麼自私 因為一個慾望 或者一些想要 想得到的東西 就去做這些舉動 當然有些學者會說 人是這樣的 文明是這樣的 會有一個週期性的循環 也是 但為何會有週期性循環 就是另一個問題 所以無奈是無奈的 但我覺得 無奈過後 真的要思考一下 背後為何會有這個循環 為何我們要不停有這種無奈感 這個獎是年頭頒發的 香港紅十字會人道年獎 很榮幸雖然我不是在香港工作 但也獲得這個獎 這個獎不只是我的 是屬於在外地一起幫忙工作的 法醫人女學的成員 還有還依然在外地工作的人道工作者 他們都是冒著一些危險 或者自己在犧牲一些東西去做 秉承著這個理念去做工作的 只要純粹是希望想外面 更加多經歷過這一切傷痛的人 可以有盡快踏上一個 去療傷的階段